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您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吕月琪 带您关心国际消息 捷克大选才刚结束 原本民调看好的执政党 以不到三成的得票率 输给了两大反对联盟 这样的结果是出乎意料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从二战开始 就曾经掌握大权的捷克共产党 这次的得票率竟然过低 无法进入国会 而现任捷克总统齐曼 是知名的亲中派 也就是说未来随着捷克国会变天 以及当地社会 对中国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 有没有可能拉近与台湾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吴宇成 支持者齐声欢呼 捷克上个周末 举行四年一度的议会选举 结果有反对党联盟一起 几下最大党不满公民行动 获得最多票数 一起联盟一共取得27.79%的得票率 险胜拿下72席的 现任总理巴里斯所属的政党 而另一个中间偏左的反对党联盟 海盗与市长则是获得15.6%的得票率 值得注意的是 过去曾经统治捷克 也曾残酷镇压意义分子的当地共产党 这次则是因为得票率未打5%门槛 首次被踢出国会 两大反对党联盟一共拿下过半的108席 已经宣布将筹组联合内阁 其中的人民民主党主席费亚拉就高呼 改变已经到来 我们就是改变 获得满堂彩 到底亲中的总理怎么样输掉这一场账的 捷克又将迎来什么样的先变局 由这个巴比斯他所领导的这个不满公民 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民粹政党 藉由煽动这个社会对现状不满的人 把选票集结给他自己 说他可以解决这个分配的问题 这一次他们其实是以非常少的比例输的 不到一个百分比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 他之所以输呢完完全全是内政问题 捷克他的这个人均是3.3万美金 世界排名第40 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事 他的基尼市是0.24 是整个世界的排名第4 过去捷克的经济表现是不错的 可是呢自从巴比斯当了总理之后 那他的民粹执政风格不仅防疫失败 他的GDP大幅的退了整个5.6% 那么他的财政资质呢达到6.2 然后他自己有这个图力 他自己的财团的丑闻 因为巴比斯是个富豪租生 很有这个捷克版的川普支撑 再来呢最新的一个潘朵拉文件显示呢 他在南法有6亿的资产 还有整个捷克的国债负担越来越大 会让捷克人民觉得说 我的内政出了很大的问题 总理巴比斯近来丑闻不断 防疫不利更是引起民怨 截至疫情开始以来 已经有超过170万人离病 几乎是全境人口的15% 今年6月 及格反对党就曾经对他提起不信任案 现在人民更是直接用选票下架他 而新的联合内阁党派当中 也不乏有许多反对中共的有台政治人物 包括去年8月曾经率团访台 高喊我是台湾人的捷克参议院长韦德奇 而海盗党更是直接主张 对中国俄罗斯采取强硬的态度 曾说自己是台湾迷的布拉格市长 赫基普就属于海盗党 捷克是从2013年 现任的这个住院的泽曼总统 开始才亲中的 那么2016年习近平访问捷克的时候 开始引起了很多反共的人士 在布拉格游行 结果居然被泽曼总统给逮捕 给镇压 所以从2016年开始 捷克的这些社会的很多知识分子 中产阶级就开始不喜欢中国了 到了18年因为跟这个一中的原则 那么跟台北签了姐妹室 然后导致跟北京断了姐妹室 他采取了很多的反制作为 引发了捷克人的反感 譬如说布拉格乐团要到这个中国访问 那么被取消了损失了200万美元 这一年半的中国的强烈的反弹 跟他的外交作为 都让这个捷克越来越反中 习近平访问捷克让许多捷克人 想起过去苏联统治时期的恶感 而根据一份去年底的民调显示 有41%的捷克人在这三年来 对中国的印象恶化 也让捷克成为全欧洲 最讨厌中国的国家之一 事实上捷克知名智库 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 近期也将落脚台北 将借重台湾反制中国渗透的相关经验 进行国防安全等交流 而学者也看好双边 在疫情之后的经贸合作 捷克的一个经济的重点呢 是汽车工业 他们很希望能够跟台湾 在半导体上面 在汽车工业上面 特别是还有鸿海 这个自己的重大的产业 能够不仅是在民主价值上合作 那么在经济的价值观上面 自由市场的拥抱 台湾跟捷克都有更多的共通点 台阶关系各界普遍看好 往友台的方向发展 然而根据捷克宪法 总统有权指派总理 亲中派的总统齐满 先前就曾经表示 只会指派单一政党来阻隔 言下质疑可能会让现任总理巴比斯 继续来掌权 不过现在却传出 总统因病住进家户病房 也替现任总理一事再添变数 不过东海大学教授林子利认为 最终捷克总统 应该也不至于背离民意太多 记者吴宇辰采访报导 大家还记得去年曾经来台访问的 捷克议长维德齐吗 他所属的政党也是这次选举的大赢家 人民民主党党魁 现年57岁的费亚拉 有可能接任下任捷克总理 来看到费亚拉出身学术圈 学者的形象在政坛中是特别突出 他原本就规划要来台访问 可是因为疫情取消了 但相较于现任总理巴比斯 仇闻不断 未来新任总理 有望带给捷克全新的气象 也可能走向越来越友善台湾的方向 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其他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信用360我们下次再会 等一下先别走开 提醒你要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精彩新闻议题